大家好 我是丁超 欢迎收看超级大人家 今天是反弹 不少 反弹不少 那今天会反弹 这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想象得到 对不对 因为昨天美国股市没有跌 我们是不是先跌 那美国没有跌 外资就不会卖了 这是规定的 那外资今天有买 你会说外资今天才买一点点 就涨这么多 那如果外资买多一点 那不是暴涨了 对啊 怎样 是怎样啊 昨天外资有卖很多吗 没有啊 为什么跌五六百点 昨天外资有卖很多没有 股票市场不是只有外资 还有你呢 你也要进很大的责任 是不是这样子 那这个技术分析 我们是讲的是从技术分析的 不是每天都跟你讲基本面很好 我跟你讲基本面最好的公司 但是我给你点名 最好的 我认为最好的公司 基本面 因为每一档股票都有基本面 那你要讲它好就是好 讲它不好也就不好 这档股票最好 因为成长十倍 这个不得了 成长十倍 成长十倍 这刚刚讲的 成长十倍 这是最棒的 8月12号公布成绩丹 成长十倍 成长十倍很恐怖 第一季赚0.15 0.15就是说一角半 这不一块 一块是一块 0.15就是说一角又0.5角 一线五粒 一角五角 一角五线 应该这样讲 不太厉害 第二季赚这里 赚1.65 对吧 这0.15 那刚刚成长十倍 你厉害了吗 不太厉害 我来说过 还是不及格 为什么 因为你下策标 要这样下 你不能说成长十倍 但是你后面要补一句说 但数比去年大幅衰退 你要这样讲 要比去年大幅衰退 这一句要补上来 这是去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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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可以说成长十倍 很怪啊 那下策标 怎么会这样下 成长十倍 好 到时候便宜就说 好 今天起码板了 更快点更快 再去那七十八十八点半 不起床就掛短 刚才买到这里 八十二 不好加债 没落很多 不好加债 这一期股票本来不太会上当 所以才跌到七十五块多而已 好价债喔 不然你不完 现在还要成长十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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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听人们没有 你要补一句啊 第二季虽然比第一季 成长十倍 很大声没有关系 但是要再補 比去年同期 大幅衰退 要这样讲才可以喔 那记者要这样写啊 不然你这样子 投资朋友看不懂啊 很多的东西是这样子玩的 你知道我意思吗 那为什么要讲鸿海 因为他没有什么跌 没有什么跌 我讲他 别人比较不会怪我 如果我讲那是跌停板的 你懂吗 跌了你就起了 业绩最好的公司 红海 业绩最好的公司再给你看 业绩最好的公司 我认为业绩最好的公司 这 这是最好的 最好的公司 业绩最好的公司 还会再跌 业绩最好的公司 今天起了一半 终于 565到这边295 业绩最好的公司 每档股票都有故事 业绩都非常好 大家也很好 业绩大家都很好 没有谁不好 你要说他好就好 你说他不好就不好 业绩最好的公司 838 580 业绩最好的公司 业绩最好的公司 可是你买在这里就不好 业绩最好的公司 这真的是最好 这个大绩股票真的是最好 不然看不起 这三月 对吧 现在八月 经过五个唯一 每个股票 起四千几点 他都业绩最好的公司 业绩最好的公司 业绩最好的公司 这也是很好的 这很好 没有很好 只有七百多块 415 250 对不对 这个很好 都很好 我觉得这些股票业绩都非常好 对吧 基本面都非常好 好的不得了 但是你买了以后 不会贪钱 很可惜 对 这个基本面都很好的 每个股票也很好的 我觉得 台北的股票 每个股票都很好的 只有这支以外 这支也很好啊 以前没出事 以前也是都很好 你去财报给我们看 我们也很好 叫头鸡刀刨 头鸡刀刨 早就不知道 早就不知道 这不是这样讲 我就跟你讲 今天大涨 对不对 那这些座多老师 他今天 昨天很闷嘛 昨天就讲说 所以大跌 没有关系 因为基本面很好 所以大家回家早要买点 要输才会快一点 好 这个是因为怎样 所以会大跌 因为又 美国要怎样 中国要怎样 看多看歇 看得要 自己都没事情 骂别人 都是别人搞的 把他搞坏了 自己都没有错 然后今天涨起来 他就说拉回早买点 要素快一点 今天涨起来不得了 每天也涨停板 昨天买的 昨天买的 今天涨停板 昨天买的 昨天拉回的时候 早买点 昨天买的 今天涨停板 今天也涨停板 昨天买的 昨天利用拉回的时候买的 都涨停板 那也涨停板 拉回板涨停板 这支也涨停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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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 对吧 这支也涨停板 很多涨停板 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这支也涨停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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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支也买的 今天大赚了 都买了一百回 我告诉你 你如果要听这 你不用听 你每天都是去买 每天都在买 比如说这样子好了 股债崩盘 股债这边崩盘 对不对 要跌之前 这个是一个末跌 这急跌 但是要跌一定 不可能说 突然间都这样子跌 它一定要慢慢做头 一定慢慢做头 跌一段反弹一段 跌一段反弹一段 最后你就跑不了 是不是 就像这个一样 那最后急跌的时候 刚开始跌慢慢跌 你还有机会跑 这最后急跌的时候 你没跌行走 你知道吗 你没跌行走 很恐怖 现在还没有抖到这里 还没有走到这里 但是我来说 就是说 像这个跌的时候 对不对 每一个老师都这样 大赚 每天都大赚 因为都讲那个找天板 跌天板也是不讲 你拉到那时候 比如说昨天跌停板的股票 不讲 今天涨停板又讲了 昨天买大赚 问题是每天买 每天都买 每天都带会员买 你总会 你这样买 买了一百次 我跟你讲 你买了一百次 这个也不用一百次 你每天都买 每天都买 对不对 你总会买到最低点 你买到最低点 你就开始算 从这边开始算 算机下 是不是都是这样讲 然后股票买 每天都买 每天买 然后库存一两百档 如果你手上股票一两百档 我保证你每天都有涨天板 你信不信 但是你要买个 你至少要买个一百档吧 一百档不是很多 因为台北股是有一千七百多档 那你买一百档 按照机率来讲 按照机率来讲 每天都会一定 在怎么乱的市场 像昨天 不是大跌了四百多点 也是有很多股票涨停板 也是有十几档 我不是说过 因为你就算跌一千点 也有股票涨停板 因为股票太多了 昨天跌了五十档跌停板 今天又有四五十档涨停板 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如果要骗 要起风很简单 就是你每天都买 你每天都买 那一定会买到最低点 那今天表演说 今天涨停板 还不是每天在买 这种如法炮制 为什么 这个一定保证是这样 因为以后如果说 现在还没有跌 如果以后台北股市又跌了 保证啦 这些老师一样是每天都是 讲涨停板的 那跌了他不会讲 今晚哪有客连空间 这些哪有客连说这些 这些就不知道要怎么处理了 这些就留在这 对吧 台北股票 也这两天还是六年 也没有正应六 这些股票在这 这要怎么处理 他敢说这些 会有人去讲这个吗 这一次当初不是很红 现在每一个都没有讲这个 三尾头痛 没有讲这个 没有讲这个 没有讲这个预期 一定讲这个 没有讲ABC 一定讲这个 绝对讲这个 我要讲什么 不是这样解盘的 这样解盘太简单 因为每天都是涨停板 我也可以讲 下来的时候 大家都没人卖 都去培平别人 如果去的时 就好 都涨停板 后来别人又下来 又开始培平别人 中共怎么 落飞机 拿美国又怎样 川普又怎样 但是如果要跌下去呢 他又来了 所以今天涨停板 不过是100次里面的其中一次 就是买了100次 买了100次 每天买 我问你 我今天是测标本来写说 你今天涨停板是涨停板 你是有钱买是不是 你昨天是有钱买吗 我问你就好了 就以你为例 如果你没有股票 没有先卖掉 请问你昨天是 你昨天眼睁睁看到很多股票 跌停板 很便宜啊 很心动 你想要出手跟他买 你有钱买吗 还是你买了 你买了第100次 你每天都在买 终于让你摸到最低点了 那这样较厉害吗 懂不懂 今天很多分析师 他是不是跟你讲说 昨天跌停板买 买进 或者是 其实昨天跌停板 你用拉回的时候 早买点 他一定跟你讲说 我不是跟你讲 要拉回早买点 要输快一点嘛 结果 撞到了 碰到了 刚好 今天又起起来 吃败 早就跟你说 这个股票要买的 早就跟你说 你看看 你看看 有没有 那个嘴臉 是不是看起来很讨厌 是不是都这样讲 昨天就 一副很无辜的样子 哎呦 中共打飞蛋了 中共说要到飞机 怎样 危险怎样 砍花砍塞 今天起起来 有没有起败 10点半 没准没适 我们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 一会儿 替投资人 看守好每一次进出场 咨询专线 027725-9668 027725-9668 追求梦想 成就非凡人生 发现价值 攜手共赢 完美服务 忠于所托 挑战自我 成就非凡 精确掌握 投资方向与时机 替投资人 看守好每一次进出场 咨询专线 027725-9668 027725-9668 027725-9668 D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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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张表格 是在七月底 八月初给各位的 我要跟你讲说 什么叫做实力 厉害啦 你不要每次跟我讲掌尼班 你不要说你不好 我这边的高价股 就有很多党 但是我们也没办法 每一党都 因为太多给各位也没什么意思 对不对 我说高价股较加回撤区间买点 这边有个区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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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是台积电联发科 都是在7月底8月初相当热门的股票 现在已经是8月21号 我那时候7月底给各位的 那时候在Telegram里面来索取 总共有两天时间一两天时间600多个 我说好了不要了 因为我们太忙了 我们后来就停止 不然的话不会这么少 因为我的粉丝很多 大家都知道啊 我Telegram的粉丝不是很多 大家都知道啊 只要没什么便宜 那后来我在礼拜三 因为很多人一直在问 那等一下很多人想 他知道这些股票买点 我礼拜三要请各位再登记一次 但是也不用 今天礼拜五也不用再登记了 忙不完 那我跟各位讲 我这个是在7月底8月初 7月底8月初应该在这里 大盘在这个高点 还没跌啊 到现在其实也没有跌 可是我认为一定会跌 因为跌涨了4500点 他一定会跌的 不可能跌到昨天就停下来 昨天是因为到了季线 他稍微停一下 因为这个中线有买点 可是你知不知道吗 这个从下礼拜开始 月线的扣底值开始扣底高 你看这里跟这里 慢慢下礼拜一是这一根 礼拜二一直扣底高 所以这个一个不小心 它就往下弯了 这条线就往下弯 我之前跟各位讲过了 月线如果往上走 代表多方式 回撤月线 回撤月线 回撤时日线都是代表多方式 以大盘为例 那如果月线往下弯下来 就代表空方式 这里会算扣底值在这里 那你从台积电也知道 台积电从下礼拜一开始 扣底高值了 今天是扣底值一根 下礼拜一就这里了 所以这几乎是包排了 你让它跌下来以后 大盘就垮了 所以越来越危险 所以昨天只是一个震撼交易 因为美国还没有跌 但是美国会不会跌 保证会跌 我跟你讲 我股票看太多了 你说美国不会跌 不会啦 你尽量相信美国永远不会跌 但是一跌的话 你跑不掉了啦 那是关门放狗的啦 我讲过放狗不是放那个小薄美狗 那个很可爱那个 不是那是比特犬 不然就熬犬 你跑不去的了 我会跟你骗 就像昨天一样你跑不了 那你早就昨天跑不了 那现在又不是涨钱啊 对啊 你狗运好 对不起不是骂你狗运好 我说那些人狗运好 好不好 我在7月底8月初跟各位讲这些股票 说到这里回撤是买点 对不对 有这一档 这一档 这一档 到达目标点 那这一档我不是说要调整15% 差一点点就大 这一档也是差一点点就大 那我们讲这三档 我在Telegram是不是有公开这三档 我在7月底就算到这里来 年花科是不是打到这里来 这个就是我写的期间里面了 所以我们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要抢短线 这边就是一个买点 但是它不是要做破断的 也就是如果你有这张表格 你也知道说你这边放空年发科 这边要补回来 因为回补点就是买点 这个也是一样 是不是 刚好打到区间的下沿 你注意看 你如果有拿表格 你看看我讲的对不对 那7月底8月初是最高点 国际也是这样 这一档也失去 这一档你会帮我 我没有骗你 我只是说已经打到价格了 这档股票也是一样 昨天打下来这高好基础期间 它就拉上来 那这档股票因为调整15% 因为我跟各位解释很多次 要调整15% 只有这档股票有调整而已 其他没有调整 全部都会到达价位 那现在已经有三档到达价位 这是一个月以前 我竞算出来的 不是现在涨下来我才跟你讲 我不会像那些不要脸的 每天都是买 买 涨停满 涨停满 然后呢 现在大盘是还没有跌 可以在那炒肥 买一百回 每天也去买 都脱肥 同志们我问你你参加那些会完是不是 他都说他的涨停满 结果涨停满你都没有 你的股票都没没收 他不会让你卖 反正医药帮也在打算 不然每天叫你买 你有钱买吗 同志们你有钱买 你昨天有钱买吗 昨天很多股票跌停满 你真的有钱买吗 你的股票不是没有卖吗 你的股票没有卖 你怎么会有钱买呢 你要有卖才能够买 你要像我这样有卖掉以后才能买 很多朋友说很多人反对说放空 放空就是卖股票 不要给他假了 不要对空头印象这么差 放空就是卖股票嘛 放空就是你不是也在卖股票 卖股票不是就是放空吗 讲那么多干什么 所以反弹就是卖就是空 为什么 因为这是空 这破线破价 这个量比这个大 而且价格要破得很危险 这一根K线打不倒你 这一根就是真的 反弹一定是我早上连线不是讲过吗 你反弹一定先看颈线 颈线就12625不是上来吗 12638不是靠近颈线吗 所以反弹到颈线是很正常的 这有什么奇怪的 你总不能说昨天跌了六七百点 今天就不让他反弹了 不行啊 你要让他传口去 主力也要自己解套 就像这里一样 过年以后 过年前我不是把股票卖掉 换钞票吗 零持股吗 结果过年开红盘第一天 1月30号大跌 他不是也反弹了逃命吗 反当说这一根K线以后就开始跌吗 没有他也是有反弹起来的 会不会再跌 一定会再跌的嘛 因为技术面就是这么烂啊 就我是看技术面跟你讲的啊 那时候美国还没有跌 你还保证美国都不要落后 你要保证 但是我跟你讲 尖牙股 你在怎么炒咒 也是一样 最后也跟台积电一样 再强的股票都会跌 有苹果店 微软手带动的美国的尖牙股 我已经天天在讲 老师还美国都不会跌 就是因为好在美国没有跌 所以我们今天才能够平安反弹 你不要让它跌 你就不要让它跌 老师 那就是特别跌啊 川普要选总统啊 是啊 川普要选总统 对啊我知道 我怎么知道川普会选总统 川普选总统 每天拉股票 一直很喜欢做都一直借钱 我昨天讲过 一直QE 撒钱 一直负债 对不对 没问题 反正钱不是他借的 国家借的 我问你 川普股票一直拉 民调一直往下拉 股票往上拉 民调一直往下 川普民调 股票每拉一天 每涨一点 他的民调就往下掉一点 没效 川普他最后一定发现说 不对 我股票 我股票 这么漂亮 老师朋友 我的民调越来越买 你让我比面要怎么办 我给你钓 我告诉你 告诉你 你没回到他也不可以 我告诉你 这都没效 这种反对都要扛 我告诉你 连星星 我都跟你讲 星星再高 这些星星再会爬树 树总有个高 有个顶 不要给他嫁了 但是业绩很好 业绩很好 你要在这边讲才有本事 你这边要跟我讲业绩很好 不是这边跟我讲业绩很好 你跟我讲这边都是什么 我都听不懂 你要这边跟我讲 不是这边跟我讲 业绩很好 我知道 现在在说这不好 每一档股票都很好 没有一支不好 我在做多的投资朋友的心目中 每一档股票都很好 但是 等一下就不太好了 你给他看看 我跟各位讲 不要一档一档点名 指数都还没有什么跌 今天还涨了两百多年 结果那些高加股 两层三层的套牢一大堆 那个是要初跌段 那以后等到反弹之后 接下来再个组跌段还得了 你说不可能 咱去看看 你信不信随便你 反正我讲的都是很直 讲实话 我过人前那时候 叫股票把它卖掉 换钞票你也没在买 现在跌下来 昨天大跌了以后今天反弹 好在有反弹 那反弹怎么样 你照理想做法就是 昨天急跌之后 补空 空单先补 昨天的动作 基本动作 跟买股票一样 买股票你是不是涨上去先卖 再来拉回再来买 那你放空一样 昨天急跌之后 空补 今天散散上来 就给它再空下去 所以今天是最好的空点 今天涨起来就是 就是我们最好的空点 所以我说反弹你就是卖 就是空 随时会再出现大跌 加入Telegram 193008 超级大赢家 我想我讲的已经过清楚了 这个盘式 反弹就是卖 反弹就是空 这个盘已经开始要扭转向下 所以操作上要特别特别的小心 那如果你有任何问题的话 可以打电话到公司来询问助理 那今天的报告到这里 谢谢各位收看 下周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